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电影《少林足球》中的三师兄田基 才是他们之中隐藏最深的人 那么他口中分分钟几百万上下 是真的吗 让我们回想一下 但是用刚出场时 就是在一栋高级鞋子楼 光是这刷新点 就足以吊打其他NPC师兄弟了 并且一身西装打领 外搭时髦风衣 虽然田基的作家是辆自行车 但从他手上拿着的笔记本电脑 就可以看出他的不简单 因为在那个年代 一台办公笔记本电脑 就至少需要上万港币 当年用得起笔记本的 那可都是非富即贵 还有他用的诺基亚手机 可别小瞧诺基亚 在那个年代起码值八九千块 能用上这两个数码设备的 怎么说也是个相对富裕的人 才能消费得起的 而田基哪怕是在闲暇时间里 他也依然忙得不行 无时无刻拿着手机谈业务 说着一些专业术语 说明这是真的在努力赚钱 也难怪他能够在高端鞋子楼里面上班 对比其他几位师兄弟的出场 都是穷的叮当抢 大师兄在酒吧里给人当酒保 没事还有挨两句 二师兄沦落到给人洗碗刷块 头发都快掉成了心门吹血 为什么我老爸不是李嘉诚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 那是要掉头发呢 你们俩长得这么丑 就不掉头发呢 四师兄纯白烂 主打一个混车等死 打算找你组队踢球 真的找我踢球 我半年没做事了 你找我踢球 五师兄捡肺品为生 鞋子都开天窗了 也没钱换 六师弟则在超市给人当导购 主飞鞭 帮我把上团的红色厕纸拿下来 和他们对比 三师兄下海经商的工作 显然好过太多 接着就是穿着方面 在他们练球时 你会发现 只有田击一人 穿着一身专业的球衣和球鞋 其他师兄弟先不说衣服 就连鞋子也破了个大洞 并且在天台会面时 他们的贫富差距就更明显了 大师兄身穿一件红色睡衣 二师兄衣服简单朴素 四师兄只有一件风衣 大修天连个衬衣都没有 唯有三师兄田击一人 身穿风衣 再加金丝墨镜和打领带 一副成功人士这样的 所以从这里就能看出 哪怕不踢球 田击也能够紧靠自己 把生活给过得风生水起 既然他这么有钱 那又为什么要去踢那场 毫无胜算的球赛呢 无缘无故的 还要跟你这个死裙子 去参加比赛 你原谅我教的这么值了 最后还要无缘无故的 赢了比赛 这豁然率低过零啊 即使没有钱也没有名 可他最后还是参加了 原因要从那个电话说起 喂 阿珍啊 田击啊 是啊 这二十年来 有句话一直埋在我心里 其实 我爱 没错 就是为了挽回市区的爱情 你们还记得球队 接受采访时的画面吗 所有人中就属天地最孩 他的镜头先奋力表现 就是为了让阿珍看到他 从而挽回爱情 但即便如此 三师兄还是拿出了权力 当四师兄被打得大惨时 是三师兄扛起了守门人的大旗 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 正是爱情给予了他的力量 让他在魔鬼队的猛烈攻势下 站到了最后一刻 喂 阿珍啊 我是田鸡啊 在这二十年来 我一直有件事想跟你说的 其实 我爱你 我不是阿珍 我是阿强 不好意思阿强 刚才我说的说话 麻烦转答给你老婆知道 麻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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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